孩子 你也别怪我 不要怪 不怪你爸 还有你那回心的奶奶 妈也不想这样做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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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你干嘛呢 妈 怎么是你啊 你抱着孩子这是干嘛呢 嫂子 你求我干什么呀 我实在是不想活了 这什么事啊 你非得抱着孩子跳河 因为孩子考虑过嘛 走 先跟我回家 走 快 来 先坐下 你快跟我说说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嫂子 你不知道 现在 只要活在家里 我实在是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你都不知道 我婆婆在家是怎么对我的 你婆婆对你不好 你可以跟那个大帅说呀 你怎么能想不开呢 这大帅也不理解我 说我在武力军呢 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行了 你也别难过了 我现在就给大帅打电话 扔他过来 今天当着我的面 你把话给他说清楚 啊 嫂子 你打电话 这会问了什么事啊 还什么事 你知不知道 今天要不是我路过 你媳妇给你孩子都跳河了 什么 跳河 蓝蓝蓝 这怎么了 这好了呢 你带着孩子为什么要跳河啊 为什么 你想想你媳妇一个人带着孩子她容易吗 但凡她有点办法 她会想不开吗 想不开 这不对啊 我每次跟我妈打电话 她说都把蓝蓝照顾好好的 这 这怎么会想不开呢 大帅 哪里好了 你给妈打电话的时候 妈从来都是报喜不保佑 她是怎么对我的 你知道吗 蓝蓝 我那衣服呀都换洗下来了 去给我洗洗 妈 那不是有洗衣机吗 你放心洗衣机也能洗 我的衣服能有洗衣机吗 但用手洗 那你去洗啊 你说什么 蓝蓝 你让我去洗衣服 我什么时候洗过衣服呀 那我要是洗衣服了 我要你干什么呀 把你洗过来 我养着你 妈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你看我们现在挺着大肚子 怎么给你洗衣服啊 怎么不能洗呀 蓝蓝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自己怀孕了 就什么了不起 在我们家 就可以撑网做伴了 我告诉你 我不会惯着你的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我不就是没给你洗个衣服吗 我这么说你怎么了 你怎么什么事情都给我挺嘴呀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去干什么不就行了吗 快去 行 我去 看使坏我弄你了 妈 你能不能别玩手机了 帮我看坏孩子 你干什么 你看这家里家伙还没收拾呢 饭也没做呢 把孩子放到那 收拾家伙 那怎么能行呢 这孩子没人看可不行 妈你就看他一会儿 没人看他还能跑来呀 他是不能跑 但是 他会哭吧 这小孩子 哭两声怎么了 他哭呀 是干活的 再说了 他哭了吗 我看你呀 就是见不到我闲着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说这孩子生下来 你也没照顾我他 这我 求你帮我看一会儿孩子 你还这样说 你生的孩子 凭什么让我照顾呀 是我生的孩子 但是你也是孩子的奶奶呀 这大帅让你过来 就是为了照顾我们娘俩的 现在 你反倒让我过来照顾你 你行了 少拿我儿子来压我 我告诉你奶奶 我把我儿子养的 我的义务呀 已经完成了 这是你的孩子 我没那个义务给你看 妈 既然你这样说 你就不怕我告诉大帅吗 随你的便 这大帅啊 可是我儿子 他是相信我这个亲妈 还是相信你呢 别影响我心情 我打开去了 哎 妈 妈 这妈怎么能这样了呢 不行 既然妈不愿意帮我派孩子 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呀 我给大帅打电话 喂大帅 奶奶怎么了 你现在忙不忙 哎呀我现在忙得要死了 一刻都不得闲 他说 你能不能请几天假 请假 我这工作天天好乐 我哪有时间请假呀 对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跟你说啊 我一个人看孩子 实在是忙不过来 你能不能请几天假 会来帮我看看孩子 就这事呀 那妈不是在家里吗 我不是她打电话 她都过来好好照顾你的吗 妈根本就没在家 她出去打牌去了 不可能 这妈 都说得好好的 哎呀我这天完了 不该跑了 喂大帅 这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我看这日子也没完过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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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说了别哭了 妈 妈 什么 这 这我妈怎么能这样呢 这不拼人家打电话 她说把男人照顾好嘞 这 兰兰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呀 这 没想到让人受这么大委屈的事 大帅 我也得说你几句 虽然你在外面挣钱也挺辛苦的 但是你媳妇带着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你应该都给他们一些关心 你说今天要不是我的话 你恐怕连孩子老婆都看不到了 到时候你后悔也没有用了 是是是嫂子 您说的对 您教育的对 这都怪我平时太疏忽了 也没有关心我兰兰 这平时只感觉自己忙忙挣钱 这把家里都给疏忽了 嫂子您放心 我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来来对不起啊 这样了 咱们现在就回家 我找妈好好说我里去 走别怕有我呢 好好说 谢谢你啊嫂子 没事 这一家人 来慢点 哎 我说儿子 你怎么回来了 妈 你还真有嫌性啊 在这里吃花生扣花嘴 还我怎么回来了 我要不回来啊 你儿媳妇跟你孙子 都没命啊 这到底怎么了 ,蓝蓝 你去哪儿了 还去哪儿了 我让你在家照顾好他 这蓝蓝抱着孩子都要跳河了 你竟然不知道 你是怎么照顾的呀 大帅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蓝蓝 这在家里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跳河呢 这我说 我回来的时候 随膜没看到你 好了妈 你不要再狡辩了 我没想到 您既然能这样做 这平时 我在外面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给我说的好好的 给我保证的好好的 说好好的照顾蓝蓝 这如果不是燕子嫂子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来 我还不知道这个事呢 妈 你真让我太伤心了 这蓝蓝怎么了你了 你想这样对她 儿子 难道我是你亲妈 你不相信我呀 我会那样对蓝蓝吗 你说在这个家里 不是时候蓝蓝和孩子吃的 还是烧的喝的了 你看你这个态度 到现在还在狡辩 还不知错误 我就想不明白了 这蓝蓝自从嫁了咱们家 对你对我们多好啊 照顾这个家 没生孩子之前啊 这家里家外家务什么的 没让你干过 让你过来享福 这蓝蓝现在生孩子了 我就让你照顾几天 你就这么照顾的 妈 有你这样当婆婆的吗 这说话好说的好 十年看婆啊 十年看媳 如果你现在这样做 你让我以后怎么办 行了行了 你别说了 我看你啊 真是有没有良心的东西 什么事情都听你媳妇的 你为妈怀疑我吗 她不就是生孩子吗 多大的公罗呀 这哪个女人生我孩子呀 这我照顾她 照顾她够好的了 她这不是 是给你找我的事吗 妈 你也说了 你也是女人 都生孩子 你更年理解 这份苦啊 我怎么不理解她了 我是买男主 她都是我自己做 我说什么了 妈 那是上面的事情 你不能把上次性 抢到蓝蓝身上呀 但是蓝蓝对你确实不错呀 蓝蓝是应该的 男个人一起入 嫁进婆家 不照顾好自己的婆婆呀 行行 妈 既然你现在还执迷不悟 那我也不说什么了 你现在给我离开这个家 回你老家去 童子以化 这蓝蓝的孩子 不需要你照顾 你给我走 那好 这话可是你说的 娘 我真是非要了你 行了 你该走吧 我现在就去吃点东西 你永远不会看见你 你没家败物 行 蓝蓝 对不起啊 让你受委屈了 我真没想到 我妈能这样做 您放心 我以后啊 不出去了 我就回来好好照顾你 等孩子大了 我再出去工作 行 行了蓝蓝 你这在外面 待一天了 也该累了 你抱着孩子啊 先进屋休息 我去做饭 宝宝 等一下 你真的见到爸爸了 你高不高兴啊 妈妈 带你找爸爸去啊 进来 费总 哎 小李啊怎么了 费总 咱们公司门口啊 有个人 他说要找你 谁找我啊 这个具体我也不清楚 他呀抱着一个孩子 我看穿的挺破的 他说跟你认识 抱着个孩子 谁啊 你让他进来吧 啊 那行 那我现在去跟他说一声 啊 好 哎 哎 这上面还挺破的 啊 进来吧 哎 强子 这 我门刚好 强子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呢 我不想接 你找我干什么呀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在老家好好待着 你来找我干什么呀 刚刚一进门还叫我强子 我现在是崔总 是 我在家不都是这样叫你的吗 你这是干什么呀 哎 强子 你看这是咱们的孩子 这妈都说了 跟你小时候长得可笑了 我不看 你烦不烦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说我生孩子的时候 你也不回家 现在妈生病了 我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接 现在我来找你了 你还这样 妈生病了 你不在家好好照顾我妈 你过来找我干什么呀 妈现在病得很重 她好久没见你了 想你了 我就抱着孩子过来找你 让你回家去看看妈 这样话里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我现在工作很忙 我回去看什么 你也真是的 你穿成这个样子就来找我了 你不知道我现在什么身份吗 这一个公司上上限样 都是我管的 人家要是知道 我有一个跟你这样的妻子 人家该怎么看我 我还有威望吗 我 你什么 我告诉你 你来这里只会跟我丢人 可是强子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你媳妇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你怎么对我这个态度呀 谁让你不听话了 你竟然是我媳妇 就听我的话 在老家好好待着 不用来麻烦我 这不是妈想你了吗 是妈想我了 还是你见不得我好啊 我这么大公司一个总经理 我接触的都是上流社会 不是领导就是有钱人 可是你呢 你跟我赢个档次吗 就算是这样 强子 我是你的结发妻子 你也不能这样看不起我吧 强子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不在乎 你就跟我回家吧 妈她真的特别想你 妈想我我也不会回去的 不是我看不起你 而是我看到你就觉得恶心 身为我的妻子 我一个总经理的妻子 不知道好好打扮打扮自己 你看看你 就是一个农村妇女 你现在根本就推不上我 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着你啊 能看上你 行了 你现在赶紧给我回去 趁同志人 还没发现你是我妻子 赶紧走 强子 我不走 你就跟我回家吧 你别带我 我已经答应妈了 说一定会把你带回去的 你还是不回去 我怎么跟妈交代啊 没经过我的同意 谁让你答应妈的 这是我的公司 能不能别再这样麻烦我 我有很多事要忙呢 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 强子 那可是身体养你的母亲啊 她生病了 你作为妾人子 你都不看她一眼吗 要你干什么呢 我去你干什么 你是不是没钱啊 行 我先看过来 你真的过来找我 不就是跟我要钱吗 你现在回去 我等会把钱拿给你 行不行 咱妈 你在家里好好照顾她 还有孩子 你不要忘了她 别找我了 咱俩 我不走 你要不跟我回去 我就一直待在这儿 你是让我说什么 你才听话 啊 你现在带进去我滚 听懂了没有 要不然我给你离棍你信不信 咱俩 算我求你了 你就回去看吧一眼吧 你跟我走 逼我动手是不是 你现在给我滚 你给我滚 给我滚 快点 崔经理 这是干嘛呢 董事长 他呀是我的一个老乡 是过来找工作的 我看他孩子太小了 不是来在他们公司工作 我 我就 赶他走了 是吗 姑娘 你孩子还那么小 你为什么出来找工作 你老公呢 那个 老板 是这样的 他就是我老公 我婆婆生病了 我帮着孩子来找他 他却不愿意跟我回家 你胡说什么呢 我不是又是没给你安排上工作吗 你至于这样诋毁我吗 小子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我为你 我昏运的时候你就出来工作了 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也不回去 你连看孩子一眼都不看 现在妈生病了 他跟着你亲妈 还想见你一面你都不肯回去 你能不能别说了 行了 崔经理 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 不是 董事长 他有精神力了 他胡说的 他可是你的结发妻子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刚才你俩的谈话 我在门口都听到了 你现在还在这里狡辩 我真没有想到 你居然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你妈生病了 你都不回家看看她 你难道都忘了吗 你有今天的成就 这一切多亏了你妈 现在你长大了有出息了 她生病了 你都不愿意回去看她一眼 你媳妇都过来叫你了 你还说出那么狠的话 把她给赶走 还有 你希望怀孕生孩子的时候 你都不能陪在她的身边 你配当一个父亲 配当一个丈夫吗 老话说的好 真穿还是粗补衣 真吃还是家常饭 真疼还是结发妻 你这样对你的结发妻子 难道她不心寒吗 你对得起她吗 对得起孩子吗 你作为一个儿子 你又对得起养你生你的母亲吗 这乌鸦还知道反哺 杨高还知道贵辱 畜生都能明白的道理 你难道都不明白吗 你读了那么多年书 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你能有今天的成就 多亏了你的母亲 还有你的妻子 不是她们在背后默默的付出 你能有今天吗 董事长 您说的对 对不起 我以为我好为你当上总经理这个位置 我把家里撇得一干二净的 崔志强 这以前我觉得你是农村出来的 这个人老是本分有上进心 所以我才让你坐上经理这个位置 没想到你刚当上经理多久 就开始嫌弃你的媳妇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已经配不上经理这个位置了 你被开除了 什么 你不能开除我 我 我当上总经理这个位置也不容易 你也知道 董事长 我知道错了 我以为 我来到这个大城市 我就等于变了一个身份 是农村的媳妇 和我 我母亲 已经配不上我 我怕别人看不起我 我怕别人说 我是农村出来的 所以 我工作上面 已经很努力了 董事长 只要你继续让我在这个位置上班 你放心 以后我一定改 媳妇 对不起 农村人怎么了 农村人 凭自己的双手去劳动 去挣钱 我不觉得有什么好丢人的 一切 一切都是你的自尊心在作祟 不是别人看不起你 是你自己 打骨子里面看不起你自己 你说的对 董事长 我真的知道错 你给我道什么歉 你应该道歉的 是你媳妇 是你妈 老大 对不起 你大老远的跑过来 我竟然还要赶紧走 还拿着说你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孩子 大一出生 就没有见过我这个爸爸 我一直忙着工作 没有管过孩子 我不配做一个父亲 妈生了那么重的病 让我回去 我都不想回去 我也不是一个好儿子 对不起 我真的知道错了 蓝蓝 你原谅我吧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好好地对你们 行了 乔子 你别说了 我不会怪你的 你能吃醋就干 我已经很欣慰了 乔子 趁爸需要你 我跟孩子也需要你 只要你以后好好对我们 我就知足了 你放心 我一定一定会好好对你们 董事长 我已经知道错了 现在我妈该生成病了 我能不能给你请几点酱 回老家 好好陪陪我的家人 行 你能想明白 也说明你不是无药可救 这样吧 我放你一段时间假 回家好好陪陪你妈 至于工作的事 以后看你表现 谢谢你了董事长 行了 赶紧回去吧 完了 咱们走吧 哎呀 董事长 您看还让你亲自来一趟 这工地的进度您放心 我会在这边盯紧的 好的小李 有你在我放心 以后啊 你就是工地的执行总监 这以后的工地的什么样的事 都给你管 一定给我把控好 行 董事长 你放心吧 到时候一定给一个满意的答复 那行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咱们 咱们先走走 行 咱们去前面看看 喂 什么 我妈生病了 严不严重啊 好好好 我知道 我知道了 好 我现在就回去 那小李啊 我妈生病了 我去回家一趟 你把钥匙给我 你就不用去了 哎 那行 那这这这车 行 待会咱们走了 你把这个工地照片好 那行 董事长 哎 你慢点 哎哎哎哎哎 你怎么回事 下来 出来出来 这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你没事吧 能没事吗 你没看到车子都倒了 你怎么开车子啊 不好意思啊 我是有点事儿 别要着急 不过我开的时候是正常行驶 而且这条道有点窄 所以我就开得特别慢 我看你们倒是挺快的呀 而且你们是逆向行驶 说我们逆向行驶 你怎么不说你逆向行驶呢 你还开得慢 你要开快的你不得起飞呀 就是 这车里边的路 哪分正向逆向呢 啊 你就不应该把车开进来 哎 我确实有点急事 你 不是人没什么问题吗 能没什么 我脚都不能走路了 哎呀 我说小伙子 这 你这这有点太霸道了吧 我这正常的行驶 也没有撞到你 要不 要不这件事咱们就这样算得了 我向你说声对不起 算了 你说算了就算了 你驾到我的脚了 你说这事怎么办吧 你个农民工开什么车呀 你不轻你的自行车 就是 没钱在这穿什么大尾巴狼啊 你看你穿着这件事 你配得起这个车吗 不是 你们两位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 农民工怎么了 我农民工靠自己的双手挣钱 靠自己的本事挣钱 不丢人啊 再说了 这是我朋友的车 我确实有点事 我接到车 您就通认一下 要不让我先过去吧 我真有急事 让你过去是不可能的 刚刚你说的是借别人的车 我看你自己也买不起车 既然是别人的车 你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看这事怎么办吧 我现在我这只脚不能走路了 不是啊 这小伙子 那那您说怎么办吧 我告诉你啊 这是简单 我老公现在腿不能走了 最起码你要赔我们十万块钱吧 十万怎么能行啊 说不定我这儿 腿以后就不能愈合了 你最喜欢的拿三十万 什么 小伙子 要不然你就走不了了 你这 快简单钱 你说什么 谁碰瓷啊 不是小伙子 我看你的脚没事啊 怎么会没事呢 你还讲不讲道理啊 你可别忘了 这是我们村 你今天不拿三十万试试 小伙子 你也是这个村的 我是这个村的 怎么了 我也是这个村的 咱们一个村的呀 谁认识你啊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我啊 经常在外面没回来过 你看 咱既然都是一个村的 这相里相近的 没必要这样吧 如果说 你那脚真有问题 等会忙完的事 咱们留个电话 我带你去看看行不行 你少给我拿马虎言 我告诉你 我不听你这一套 你今天啊 必须得给我拿钱 一个村怎么了 别给我掏近乎 哎呀 我说小伙子啊 咱们都是年轻人 你说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好沟通 要不 咱们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等一下 我我车里啊 还有包烟 我给你拿包烟 你看怎么样 其实也没什么事 您说对不对 我想你心里应该清楚 不是你个农民工 你看不起谁呢 我稀罕这一包烟啊 再说了年轻人怎么了 你抓到人了 年轻人也得赔钱啊 哼 照你这样一说啊 三十万不行了 你得五十万 对 就说你刚才那个态度 没有五十万你就走不了 不是 我感觉我怎么跟你们说 你们都听不懂呢 这 这真不是我的问题啊 不是你的是谁的 诚子 我告诉你 你干什么呀 撞到人了 你干什么呀 诚子快过来 大家都看一看啊 撞到人了 不可以啊 你们不要无理取闹好吗 我真的有急事 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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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不知道 就这个臭农民工啊 借别人的车 一下就把我们撞倒了 你看把我车转的飞这么远 撞到人了 他还不承认呢 这不燕子 这不王室吗 哎呀 抱什么点啊燕子 事情是这样的 我开着车啊 正缓慢的走着呢 他们俩 不知道怎么就歪倒了呀 我真没碰到他们 这刚才还要给我要五十万 你看咱们都是一个村的 他怎么能这样呢 大帅 你别说了 这进来你不小心撞到人了 赶快把钱给强自 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是啊 你在这里扯平没有用 你看你把人家给撞的 不是燕子 是 你们也不相信啊 这 我从小在这个村长大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很清楚呀 我没有碰到他们 行了大帅 这做错事情了 你得认 你看 车都给人家撞成什么样了 你还在这里狡辩有什么用啊 不能因为我们认识是一个村的 就必须得袒护你啊 强子啊我也认识他 他们两口子在咱们村可好了 都不像是讹人的人 不是 燕子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这咱们俩从小可是一起长大的呀 我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 我真的没有碰他们 我家里有急事 要不要我先走吧 等一下我处理好了 我再回来你看行不行 行了 你别在这扯了 谁跟你一块长大 我压根就不认识你 你哪来的人啊 除了丢我们的人还会干什么呀 你看你穿成什么样子 你现在跟我们的身份地位能一样吗 就是大帅不是谁说你 你出去那么多年了 你出去干什么去了 是不是要饭了 你看你现在回到村里了 你惹的事了还不想解决 哎呀神我真没有 再说了我穿什么样的衣服 这并不重要吧 只要靠自己的双手挣钱 这没什么丢人的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现在 行了行了还不丢人呢 现在啊我们出去都不想跟你说话 就是你要是真有钱 今天你撞着人你给他几万块钱 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你还是没钱啊 穷鬼一个 这真不是我的错 如果这是我的错 我肯定赔钱啊 那不是你的错 那墙子怎么牵着到你呢 那别人从这过怎么没事呀 说来说去还都是你的错 大帅不是我说你 你看你从小呀 家里就穷 你出去就不知道争气吗 现在了还是这个样子 一程没变 你看咱们现在 谁不比你强呀 你要是真没钱啊 你说句话 让燕子借给你一点 对 大不了我借你一点 燕子姐 你给他费什么话呀 他一个臭农民工 你搭理他这么多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钱也不能借给他 你就算借给他 他也没钱还 您现在什么身份啊 您可是天龙集团的项目负责人 您以后本事大着呢 就是 姐你给这种人少来往 我听说最近 你给龙集团 那个合同马上就要签了 那签了之后 你这身价又翻了几倍呀 这你也听说了 这个合同啊 我跟那个李秘书 已经谈的差不多了 等这个合同一签啊 我就真的飞黄腾达了 燕子在咱们村 还是说你最有出息啊 哎呀 婶儿你放心 等我以后发达了 我绝对不会忘了你们的啊 哎呀 燕子谢谢你啊 哎 那个回头跟着我 我赏你一口饭吃 不行的话 我们公司那些垃圾啊 都让你拉走 燕子家 你看 你想帮帮他 他还不服计呢 我看他啊 就是不实抬局 强子 你说吧 今天这事你准备咋办 估计你让他赔钱 他是没有 你想怎么解决 燕子 我看要不这样吧 大帅 你既然没钱的话 那你跪下 给强子认个错 这事不就算完了吗 这样也行 不是 是 你说什么呢 这男人气下有黄金 我怎么给他跪下呢 这再说也不是我的错呀 你和臭农民工啊 你还有尊严了 你气下有什么黄金呀 我告诉你 今天你跪也得跪 不跪也得跪 要不然 你走一个试试 钱可以不要 但是 今天必须给我们跪下道歉 对 今天这个事就这么解决 你给他跪下 我让强子放过你 不是 我说你们一个怎么这么霸道 这 这丢我们村的脸这是 到底谁丢脸啊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你们坐下 你干什么 坐下 你们 这下老师了 你不还是跪下了 你不是嚣张吗你 你不是不服吗 有我燕子姐在这 我告诉你 你啥也不是 行 燕子 你不是说和龙东集团有合作吗 我现在一个电话 就让你失业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还让我失业 你什么玩意儿 不相信是吧 你给我等着 等着就等着 你给吹吧 穿着这一身口气倒是不行 喂小李 咱们公司是不是和天龙集团有合作呀 行你现在这样 立马 取消和他们的合作 对 特别是李燕子跟他们的项目 终止一线合作 对 现在开始执行 行 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你认识龙同集团董事长吗 认识李秘书吗 啊 以为自己打一个电话 就能给自己挽回点面子 嘿 真可笑 你看不出来啊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哼 等一下 我就等着 我 李秘书啊 怎么了 啊 那个合同咱俩不是谈好了吗 就等着签约呢 我得罪你们董事长 没有啊 你们董事长我都不认知 叫什么 杨大帅 啊 那那我我我我知道了 我我我先挂了 现在相信了吧 不是 他说哎 那个那个 我刚才就看着你气质非凡 你原来你是龙头集团董事长 你怎么不早说 咱们都是一个村的 行了行了 现在知道我们是一个村了 我最讨厌看你这副嘴脸 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 听到我这个身份 立马一个样子 我告诉你燕子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不要那么高调 艳美姐 他真是大老板 咋天啊 那个大帅啊 之前是我有眼无珠 没认出来你 你和弄 对我非常重要 我还指着这份工作 生瓜发财呢 行了行了 你不要想了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势力眼 人民不平的人 跟我们工作 是我们俩合作的 别别让他说 你再考虑 你干嘛去看你 我没事没事 我们还有事呢 不行 你们两口都惹的祸 他都走了 你这都怪他 行了 你也不要狡辩了 那燕子 我看看看天啊 你已经什么样的人了 我有事我先走了 舍儿你别走啊舍儿 你这叫自说自受 行了别挡着我 我还有事呢 大帅 你再考虑考虑吧 我这办的什么事啊 大帅 这块位置啊 确实很不错 挺适合做开发的 回去啊 就把合同给签了 这怎么了 快 快 我的药呢 那个人怎么了 姑娘 姐 姐 你说这怎么了 大姐 什么回事 喂 120吗 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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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过来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我问你 我问你 我房间里的三千块钱 是不是你拿的 我又没进你房间 我怎么会拿这个钱啊 你没进我房间 三家里 就我没两个 那我没拿 这个钱 难道 他自己长腿了 可能是家里进小兜了 你别给我狡辩了 这个钱啊 肯定是你拿的 我问你 拿那么多钱干什么去了 妈 是这样的 跟咱们村里的小智 我妹两个想着 这放假了也没什么事 去办一张健身卡 我想着健身呢 你醒了吗 别怯我了 我一看 你就说谎了 老师告诉我 我 说呀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这钱 我拿去 那个交医疗费的 跟谁交医疗费的 跟谁呀 你给我说 我不认识 一个路人 你真是气死我了 你不认识你怎么跟人家交的钱 我就昨天走在路上 我看到那路边 有一个大姐 她 她 她晕倒在路边了 我看她挺可怜的 就把她送到了医院 当时她昏迷不醒 我只能拿咱们家的钱 给她交上这个医疗费了 那你交上了 她的家人总要去吧 去跟她要过来去 没有 我后来不是回来了吗 然后 我昨天下午再去医院的时候 那人就不在了 好呀你 你这人气死我了乔子 你被骗了 行了妈 我这不也是做好事吗 做好事做好事 你认识人家吗 人家连知道你叫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做了好事了 你当三家挣个钱如意呀你 大不了我放假的时候 我再挣回来不就行了 不就三千块钱吗 至于不至于 你说得点呢 你给我挣 你给我挣去 等我毕竟了给你散吧 行了别说了 反正交都交了 你 这孩子真是气死我了 哎呀 哎呀 谁呀进来 呃 领导我是脸养蟹子 哎呀我说你呀 这没有点眼泪劲 这才几点啊 我还在睡觉呢 你不能晚会再来呀 不好意思啊 我想着早点才不用排队 哎行行行 我知道我看一下 学历 还是个普通的一本 我说小伙子 就你这学历 还想救我们公司啊 我们公司啊 最低就得研究生起步 你你不符合 那个领导 我虽然只是一本 不过你放心 我 我很有能力的 到时候我工作了 你看我表现就行 你有能力 你有能力 你都说谁上信啊 才有一年工作经验 你就敢说你有能力 你这上一边工作 是因为什么离职的呀 是这样的 上一个工作 我们主管 看我是新来的 他总是针对我 有什么活了 就只让我干 而且发工资的时候 也不给我奖金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在那公司干 没有什么好的发展 我就离开了 哟 还挺有个性啊 这刚才说能力出众 是不是感觉和领导 和主管 讨要能力出众啊 我也没看到你什么呀 还一气之下 然后就走了 你以为上班是在家呀 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啊 领导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我找个工作也不容易 你能不能宽容宽容 让我在这里上班呀 你放心 我一定会服从管教 努力工作的 哎呀 小伙子 本来呀 有你的学历 是不可能进入我们公司的 如果啊 你真想进入我们公司哈 你懂的哈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刚才说你还能力出众呢 这就不明白 这什么脑子啊 那我动不了你了 赶紧吧 你要钱呀 你不要把话说这么明白 啊 这职场你不懂吗 我亏了你还有一年不做经验 是我大一个公司 怎么还能这样呢 你作为领导 你不应该按规矩办事吗 什么规矩啊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我告诉你 我们公司啊 在全国可是五百强嘛 很多人想进来都进不来呢 尤其我这个职位 我说让你过你就过 那多少人给我送了呀 我都不同意 我是可怜你 给你机会你还不上道 可是咱们招聘简历上没有这一条呀 再说了 你说我学历上不合格 你可以让我考试 考试过了我就可以来工作上班 但是你不能让我拿钱呀 你能让我拿钱 这像怎么个事 我告诉你 考试啊 那都是虚的 只要我一句话 我让你过 你就过 我不让你过 你就不过 你要么给钱 要么滚蛋 我看你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 正不上道 这别耽误我时间好不好 就你这样的人啊 你去哪也面试不了 去哪也成功不了 我真没想到上一个公司那么黑暗 这个公司还是这样 我看啊 这个公司我还是不面试的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领导 我走了 诶 战哥 你说什么呢 你这小伙子还挺狂啊 年纪轻轻啊 这么能说味道 我说的有错吗 你这样的领导 我想啊 这个公司知道有天会倒闭的 我告诉你啊 这个饭可以吃 话不能乱说啊 我在我们的这么年 还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今天啊 你休想走 我说的都是事实 怎么 你还想对我怎么着啊 怎么着 不会把你怎么着 我也不会打你 不过啊 你休想走到这个门 除非啊你给我道歉 你这啊 严重冒犯了我 如果以后都像你这样 那我这个经理还干不干啊 道歉 对不起 诶 这样就行了 你的道歉啊 轻声细语的给娘们的给谁听呢 我要你啊 跪下给我道歉 哼 男人膝下有黄金 我跪天跪地跪父母 我怎么能给你道歉呢 看男人膝下有黄金 你有什么黄金啊 那是对成功人的说的 我告诉你 像你的初学者啊 就应该被社会毒打 我告诉你啊 今天你毕业给我道歉 要不然你不能走 我真没想到 这么大公司的一个经理 这样能干出这样的事 我绝对不会跪的 我让你跪 赶紧跪下 快点 我不跪 小姐里啊 怎么回事 你放开 董事长 你怎么来来来 快坐快坐 这是谁不是把你出来了这是 什么情况啊 我在门口都已经到了 是这样的 这个面试的人啊 嚣张麻糊 侮辱我 还侮辱公司 我这不是教训他了吗 明明是他嚣张麻糊 董事长 是这样的 我来面试 他说我的学历不合格 我说他可以让我考试 如果过了 我就可以在这给公司上班 我很有能力的 但是 他意思是让我拿钱 你不要乱说啊 我 董事长没有没有 还有这种事 那个 你的简历我看一下 董事长 这种人迷不好的人 看什么简历 直接哗就行 赶紧走啊 他刚刚还让我跪下 给他道歉呢 什么 那个 你叫崔志强 对 是我 原来是你啊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们认识吗 不是 董事长 你还认识啊 你难道不记得了 几年前 有一个姑娘在路边运倒 是你救了我 把我送进医院 还给我订了医药费 哦 原来是你啊 是啊 这些年 我一直在找你 没想到 今天在这遇到你了 哎 原来您是这的老板 哎呀 小伙子 你怎么不早说了 你还救我们董事长 那刚才都是误会 董事长 我感觉这小伙子 人定不错 刚才啊 那都误会 他肯定能进我们公司 行了 怎么对你的 董事长 我刚刚给您说的 都是真的 还有啊 我就是说 他是个做主管的 不能这样做 不能随便 收面是人的钱 他就让我跪下 给他道歉 还对我恶语相相 侮辱我 甚至还想打我呢 是吗 江经理 谁给你的权利 让你在公司 横平霸道了 啊 以前我就听下面的人啊 够你的状 那个时候 我还不相信 今天既然被我撞到了 你也太打当妄为了 董事长 这都误会 绝对没有 小伙子 你说句话呀 我真没有 我看像你这样的领导 也不配都在这个位子 我是不会听你说好话的 我说嘛 咱们公司 为什么一直招不过来 优秀的人才 原来都是你在背后搞的鬼啊 你既然利用植物之变 收敛钱财 当初 我真的是看错你了 才让你当上经理这个位置 你现在立马收拾你的东西 给我走 董事长别啊 我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的机会 我不能没有这个工作呀 董事长 你以为你知道错就完了 把你收的那些钱 全部给我付出来 还有 向崔志强道歉 这人与人之间 是平等的 不能因为你是一个经理 你就高人一等 就可以侮辱他 是是董事长 只让你不看着我 小伙子 对不起啊 你原谅我吧 要不然我这份工作丢了 那 那我就完了 这 我今天就告诉你了 经理你是做不了了 你如果想留在公司啊 得从一个普通员工做起 以后看你的表现 这 这 我好不容易爬到这个位置啊 要不然你就跟我走人 别那么多废话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走我走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崔志强 你看 你来到我公司 还让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是我管理不当 手下的员工才会有这种行为 没事姐 其实啊 像她这样的经理啊 早就应该被添熟了 这样的话 工作以后才能有好的发展 你说的对 姐 是这样的 虽然我的学历是一本 不过你放心 以后我在公司里工作 一定会努力的 那个 我很有能力的 我当然相信你 崔志强 以你的人品 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好好干 我看好你 你今天第一天来我公司 我带你四处转转吧 哎 行 走 我儿子 你这进城 让妈去干什么呀 哎呀妈 你不知道 我在城里啊 给你买了一套大别墅 以后咱们就搬到那里住 再也不回这个穷农村了 那行 哎呀 神儿 强子 我可算找到你们了 这昨天去敏家几趟怎么没人啊 啊 我昨天办事呢 怎么了村长 啊 是这样的 咱们村一团 那叫泥巴路 你知道吧 这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哎呀强子 你这话说的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你想想 那条泥巴路啊 一道下雨啊 下雪啊 哎呀 这地上都是泥水 这小孩老人啊 走过去啊 都不安全 最主要的啊 是影响咱们村这个交通 给咱们啊 带来非常的不便 这不咱们传村人啊 就要求村委会 这带村啊 给修一下 修修呗 给我儿子说什么呀 是啊 是这样的 这修路嘛 大家是集资 这所有人啊 都同意了 这名单啊 在那上面写的呢 这团的人啊 都交过钱了 嗯 就剩你们家了 这两天不是找不到你吗 正好今天碰到了 跟你们说一下 哦 这说了半天了 今天 这我们娘俩还没出门呢 过来给我们要钱的呀 不是村长啊 这村里面修路啊 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我告诉你 马上啊 我们就搬到城里了 我跟我妈买了一套 我们家买了套大别墅 今天就带我妈去看房子呢 以后这个村啊 我们也不会回来了 我们出这个钱修路干什么 就是 我说 你要是真有本事啊 就自己出钱 把这条路修了 要是没本事啊 就别给大家要钱 反正啊 这个钱 谁也出谁出 我们家是不会出的 沈儿 强子 话不能这样说 这修路 是造福大家村民的一个好事呀 是不是 俗话说 这叫想父先修路 这对你们也是好事啊 是不是 虽然 那对我们有什么好事呀 刚才我儿子就跟你说了 以后 我们也搬大城去了 这村里 不打菜回来了 村长 我就给你挑明了 别说我这一代 就是我儿子 我孙子 他们以后也不会回来了 你说 我们出这个家干什么 再说了 我们啊 就是修不出的这条路 我都已经富起来了 不是 沈儿 虽然说你们现在马上要搬到城里住了 可是也不能代表你们以后就不回来 这毕竟是你们的根啊 是不是 怎么不能代表呀 我儿子刚才都说的很明确了 但我孙子 我重孙子那一辈 我们就不打菜回来了 就是 这破地方我们先还回来了 强子怎么能这样说呢 这就是咱们的村啊 咱们的根啊 不要一口一个破地方 是不是 就是再说了 这修路啊 没多少钱 一家也就两千五 这村村人啊都出了 是不是 你们一样是不出的话 这以后怎么嫁命啊 对不对 这一个村的闹得都不和谐啊 我们家呀 不讲那么多 是啊 我跟这些小妈老啊讲什么和谐啊 儿子 咱不是去进城看房子吗 走 别说那么多 小小小小小小你听我说一句 这样 这个修路是个大好事 你想修好之后 我们啊会立个背 到时候你们捐多少钱都在上面 这你们家有光呀 我们家不需要 要写啊 你拿的钱多 把你的名字写上就行了 别操我们家的心了 儿子咱别走 走走走 你们 别跟我说这么多了 行 那你们以后别后悔啊 这什么人呢这是啊 还好在这场大雪之前啊 把路修好了 要不然咱们还得踩泥 是啊 你看这路一修好 这多方便啊 送孩子上学也方便 谁说不是呢 咱们从这过脚上 再也不沾泥了 对对对 有句话说的好 要想赴先修路 是啊 你说说 当初村长啊 给咱们提出这个建议 让咱们一起对钱修这个路 多好啊 谁说不是呢 哪怕咱们一家多出点钱 但是走着也方便了呀 哎呀 真是太好了 啊 哎 那谁啊 那不是强子他的车吗 哎 走走走走 打出修路 他可没出钱 哎 真是强子啊 下车啊 强什么强啊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你说什么意思啊 啊 你按什么呢 不是你们在路中间在那说话 我不按喇叭 你们能让吗 哈 你以为我们是让你呢啊 我们是不让你在这过 这是路 我怎么不能从这过了 你们还讲不讲道理啊 起来 让我过去 你过一个试试 过什么呀 啊 不是你们几个什么意思啊 你有什么资格走这条路啊 那到底怎么啦 他们几个 拦住我们的路 不让我们过 对吧 怎么回事呀 什么怎么回事啊 不准让你们过 为什么呀 哎 好狗还不挡道呢啊 这路是你们家的呀 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呀 这路啊 虽然不是我们的 但是是我们出钱修的 这别人都可以过 就你们不能过 对 是你们修的又怎么样 这是大家的路 你们想修 就是 这路修起来就是让人过的 当初集资修这条路的时候 村长可是找你们了 说让你们出钱 你们是怎么说的 你们说你是城里人 不往农村来 不走这条路 是啊 当初你们怎么说的 啊 说你们孙儿重孙儿都不回来 啊 说我们农村是乡妈冷 你们还回来干什么呀 就是 既然你们这么有骨气 事事备备都不回来了 怎么到你儿子这儿 立马就回来了呢 我说你们几个是怎么回来 你以为我没想回来呀 这是我儿子 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女房要求呀 让我们家呀 在老家 请婚礼呢 所以呀 我们才回来 再说了 这是当时修路的时候 我们只说 不出钱 我们也没说 不走这条路呀 嘿 还不讲道理哈 他不出钱 还从这儿过 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就是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不出钱还要走这条路 不可能 你们也怎么跟我说话的 不管怎么说 我 也是你们的长辈 对长辈说话 要最绿静静的 一点素质没有 赶快让开 北大哥 我没时间 儿子 开车 开开 我哪开啊啊 少在这里一老卖老 我告诉你 不仅今天不让你们过 就你结婚那天 你也别想 从这条路上过 哎 你还讲不讲道理 你看我敢不敢 我告诉你 我这么大一个大老板 回这个村子 是这个村子的荣耀 呦呦呦 我们不需要 那你就是荣幸 我们不稀罕 你赶紧回去吧你 你们稀罕不稀罕 跟你们呀 也没什么关系 你们是不是求疯了呀 不就是想要钱吗 儿子 一会儿呀 没人给他一千块钱 我现在就从这里拿 有钱了不起啊 今天你有钱 也有你办不成的事 就是 拿再多的钱 我们也不让你过 你们听清楚了 我啊 天龙集团的董事长 我站在这儿了 别人巴结我 还巴结不上呢 哎 我能跟你们说两句话 我都感觉我多嘴 你们呀 还在这儿挡着我的路 你们想好了 我告诉你们几个呀 别敬牛不吃吃罚酒 到时候 大家呀都难看 你们一分钱也落不到 管你什么集团啊 董事长呢 我今天就告诉你了 你们不是有钱吗 买架飞机 飞过去 反正这条路啊 是不能走 就是 还有点说呢 自己既然那么有钱 当中修路的时候 怎么不出钱啊 丢人不丢人呀 就是 一个大董事长 你连这条钱都看到眼里了 当初啊 他没想着有这一天啊 你们 你们是不是想碰瓷啊 行 你们不让开的话 姓名我现在的 开车撞你们 你说什么 开车撞我们 来 你来 往我这撞 我看你今天敢撞不敢 就是 有本事啊 你就开过去啊 一群穷老百姓 青山恶味出刁民 让开 好口不挡道 赶紧过去让开 好啊 你说什么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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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呀 村长 你拼拼离 这儿我们回来了 还没三个 拦着路不让我们过 说两句话 还要对我动手呢 还有没有王道了 村长 你是一村志啊 你得给我们评评理啊 是啊 你得为我没做主 村长啊 你看 血口喷人 恶人先告状 还说我们 你说 他刚才说的那些话 你没在场 难听死了 还说我们是刁民 还说我们 什么好狗不挡道 这我们 也不是不想让他过 当时啊 就是气不过了 谁让他当初 修路的时候没掏钱呢 哼 我儿子以后不是结婚啊 我们还不回来呢 谁稀罕走这条路啊 村长 呃 你放心吧 我们也只回来这一次 对 那个村长 你给他们说一下 让他们让开 我们过一下 行了行了 你们这一说啊 我心里啊 大爷了解了 这样也不怪贼望他们 这确实啊 你们做的太过分 这当时啊 我去你们家 让你们啊 筹集这个修路款的时候 你们还不乐意 说的非常难听 还说永不误会 一辈子啊 都不会回来 这怎么 这现在结婚了 有失了 回来了 那当初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绝啊 这老话说的好 凡事啊 留意线日后好相见 什么事啊 不要做的那么绝对 什么话 也不要说的太满 这要怪啊 只怪你们啊 做的太绝对了 我也没办法帮你们 你们啊 已经出发重怒了 这出了半天不就是钱吗 那又不这样吧 这当初 这每家每户收多少钱啊 现在 我让我儿子 把这个钱啊 给补上 让我们啊 先过去 这下 你们可以把路上开了吧 用不着了 现在路啊已经修好了 钱已经出过了 你们的臭钱啊 我们不稀哈 就是 我们啊不要钱 也不让你们从这儿过 是 你也听到了 这不是钱的事 你们啊到现在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这大家都一个村的 邻里邻间啊 相互和谐相互包住 这不是应该的吗 你看你们俩 到现在还是这种态度 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这就是我们不能接受你们的原因 说了这么多啊 这穷老百姓就是穷老百姓 不就是想多要点钱吗 我出两万行不行 今天把这个路锅让开 你误误谁呢啊 两万了不起啊 两万就从这儿过呀 我告诉你 二十万你也走不了 就是 今天不管你说什么 就是不能从这儿过了 像你这种人啊 根本就不知道哪里错了 还是这个态度 我们要的是你的态度 可是你呢 还是这个样子 我看 咱们干脆把它给轰出去算了 对 我们算了以后没有你这号人物 说出去 我们都先丢人 行了 不用你们轰 儿子 走 咱们绕路 照样过去 绕路不好走啊 没事 总有办法的 就算出一百万 这条路啊 咱们也不走 我们有的是钱 有钱呀 什么买不到呀 走 就是 还能有钱办不了的事 掉头 看看你们这点 不仅今天不能走 你们祖祖伯伯都不能走这条路 就是 嗯 行了行了 杨大帅 怎么了燕子 戴上 你说怎么了 我在外面拼死拼活的干活 你在家里给我睡大觉 你日子过得可舒坦了 不是的燕子 这不是刚打扫完卫生吗 我有点累 就看了门手机 没想到睡着吧 能有多累啊 你干点家务能把你累死啊 你办做好了吗 哦 这刚打扫完家务还没做呢 还没做你还好意思说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睡觉呀啊 这点事你都干不好 你作为一个男人 连这点活都干不了 你活着干什么呀 不是燕子 燕子 你至于打我吗 我就歇一会儿 再说了 我们没说不做 我现在就做行不行 现在做 晚了 我气都被你气饱了 你个窝囊废 燕子 你别这样说呀 我怎么窝囊呀 这个家里 不都是我在收拾在打理吗 你还好意思说 你干一点女人的活 你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啊 你有本事出去挣钱去啊 这么急的话回来 怎么回事啊燕子 这吵什么呢 我在外面 工作一天 累死累活的 他可倒好 躺在沙发上睡大觉呢 饭都不做 你干什么 大帅 你怎么回事呀 妈 是这样的 这家里啊 里里外外 被我打扫干净了 我不是感觉有点累吗 就躺在沙发上 不小心睡着了 这 这 我现在就去做 别再找借口了 你累 你有多累呀 你白天睡觉 你晚上干什么去了 杨大帅 你怎么 不知道知足呢 妈 这个家里里外外 要不是有我闺女撑着 你有那么舒服的日子过吗 妈 这几天晚上 我有点失眠 老是睡不好 所以啊 这白天感觉有点累 这不就躺了一会儿 还你失眠 我看你就是钱子了 你要是心里 想着干活 你会睡着吗 你在我们家 只是一个事儿没你去 你要真行自己的位置 该干什么 该做什么 不要让我们娘俩安排 你记住没有 行妈 我知道了 我以后肯定会注意的 我现在就去做饭 还做什么做 早就被你气饱了 不吃了 看见你这儿 我就来气 妈 走不走 妈 这衣服好看 这个行不行 买一个啊 燕子 干嘛呀 我这碗也刷好了 那衣服啊 我跟她去洗的时候 发现洗衣也没有了 你能不能给我这个钱 我去买 你自己不会去买吗 还给我要钱 燕子 你也知道 我不是没钱吗 没钱 前几天 我给你那五十块钱呢 你能买去了 就是杨大帅 我告诉你 不要有别的心思 让我知道 你背着我私藏钱的话 我饶不了你 燕子 我不敢 我哪敢藏私房钱啊 那五十块钱 前两天不是买肉了吗 现在物价那么贵 那钱都买菜了 所以就没有了 你还知道啊 你身为一个大男人 整天伸手向女人要钱 你怎么有脸啊 你怎么好意思张得出口呢 我闺女说的对 自己不知道出去挣钱呀 妈 燕子 你们俩别这样说呀 这当初我也有工作呀 这不是燕子不想在家里 照顾家里吗 收着家务 然后我就辞职了 在家里 专心做这个家务 伺候你们 这不是把你们娘俩 都照顾得好好的吗 你行了吧 我们娘俩需要你照顾吗 说来说去 就是自己没本事 你个废物 你要是一个月 挣十几万 我能让你在家里做家务吗 我还至于出去打拼吗 你以为我做一个女人 我想在外面抛头露面呀 说来说去就是你没本事 哎呀 燕子 这谁那一下子挣十几万 这钱不但是慢慢挣呢吗 这个咱们就不聊了 要不你把钱给我扶去买洗衣 然后赶紧把衣服给洗了 瞧你那点没出息的样啊 为了几十块钱 在这里给我磨叽半天 我怎么当初瞎了眼嫁给你啊 行了 闺女 别给她那么多废话 跟她一百块钱 让她走 我能费 给 是那电话 自己不会挣钱 坏钱还是个大熟大熟的 滚 早知道你的萌萌呢 就不应该让你进我们家门 早了八辈子写没了 杨大帅 你个废物 看你干的好事 这 怎么了 怎么了 睁开你的眼睛 好好看看 这衣服你都给我洗串色了 你怎么洗的 哦 那个 我放洗衣机洗了 什么 我让你在家里做个家务 你居然用洗衣机洗 你知不知道我这衣服有多贵啊 要是能用洗衣机洗 我还要你干什么呀 咬着你啊 燕子 这不是衣服太多了吗 而且啊 我还有那么多家务要做 所以啊 就把衣服都放在洗衣机洗了 你怎么那么多借口啊 我让你手洗有错吗 你做那些家务累死你了 燕子 我这 这不是没时间吗 这是每天要做家务 收拾房间 洗衣服做饭 买菜 这什么都是我的 然后 所以就一起了 您放心 我下次肯定注意 你做这些活能有多累啊啊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我好脾气 好欺负 你扔好了我 我立马把你扔入这个家 你啊 活活干不好 钱钱挣不着 你说我要你有什么用啊啊 白找那么大个子了 燕子 你不要说话那么难听嘛 这不就像衣服吗 实在不行 咱就买一件 买 你有钱吗 换的不是还是我的钱吗 还嫌我说话难听 谁不说话难听有本事你走啊 走啊 哎呀燕子 你怎么了呀 这不就验衣服吗 你这一发这么大脾气吗 还惹我鬼 我要鬼来这个家怎么办呀 我 我还要照顾你们呢啊 杨大帅 你别太高估自己了 立了你 我们娘俩就不活了 就是 还有一件衣服怎么了 你瞅瞅 你看你值这个衣服钱吗 这件衣服呀 三四万块钱呢 你给我闺女 说再买一件 你去买去 把你卖了 看能卖这么多钱吗 燕子 妈 我为这个家心疑苦苦的付出 我不求你们要对我怎么样 但是 你们也不能侮辱我吧 我在这个家没有功劳员苦劳呀 这么多年 我对这个家怎么样 你们应该清楚呀 行了 什么功劳苦劳啊 十个人都能干的活 你在这里要什么工啊 你的意思是在我买家 委屈啊 委屈啊你 不是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这哪个意思呀 你要是觉得委屈 你现在可以走 你有本事 你也男人也会 出去闯一闯 一年 挣个严实话拿过来 妈 话不能这样说啊 这当初我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呀 这工资 虽然没有燕子高 但是很有前途的呀 我是为了燕子 才放弃我的事业 在家里啊 专心做好家务 然后赐好你们 现在怎么 反倒我都不是了 这是 行了吧 就你那狗屁工作 一个月几个钱 有什么前途啊 挣不着钱 再好的前途有屁用 燕子 你说这话就没良心了呀 当时 那个老总 就要提拔我经理 可是 我问了你们 我不这样辞职了吗 行啊 杨大帅 我说一句 你降十句 你你等着我呢 是吧 我不打你 你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杨大帅 现在你这不说了 你现在得出去 找个精力干干去 看你用那个美事没那个美事 不用我妈 像他这种人 我也看到底了 这辈子跟着他 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 我总就过够了 杨大帅 今天我就告诉你了 咱俩离婚 你以后去找你大好的前程去 别浪费在我身上 燕子 你说什么 离婚 这么多年 我对你是一人一 全心照顾这个家 就问这点事 你就和我离婚 你太过分了 这对我不公平了 对你不公平 这么多年 我好吃好喝的供着你 我挣钱养着你 还对你不公平了 你还委屈了 你是个男人吗 杨大帅 你自己睁开眼 你好好看看 看看周围 这些邻居们 人家哪个男人不是在外面打拼 一年挣个几十万回来给媳妇 你可倒好 一年到头 就靠我 来养着你 要不是我的话 你恐怕早就饿死了 就是 早知道 你那么窝囊 我就不会 让你啊 来到我们家 打扇门女婿 真是丢死人了 行 既然你们俩 这么绝情 这样说的话 我现在就出去 我就在出门饿死 我也不会回来 你终于做一会男人了 喂 魏哥 跟你说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姜子 咱们家要拆签了 拆签了 赔多少钱啊 呃 能赔个一百多万的 一百多万 对 你有时间的话 回来一下 咱们商量这样这个拆签的事 行行 我知道了 好好好 那就这样了啊 不是大帅 刚才 你给打电话说什么拆签 是啊 我们家的老房子 拆签了 费了一百多万了 啊 叶子你们两个一起回院 赶快把这个资产给签了 是啊是啊 不是 你们想什么了 这刚才什么态度 一听说我有钱了 又这个态度 真让我寒心啊 大帅 你说这是什么话呀 这你们两个是夫妻 你的东西啊 都是你们两个的 咱俩说来说去 还不都是因为钱啊 现在好了 有钱了 这些问题不存在了 以后咱俩好好过日子 行了 你够了 到现在 你满眼都是钱 我现在是看明白了 你压根啊 就看不起我 咱们这种日子啊 也没法过了 你不是要离婚吗 行 我承认你们 咱们啊就离婚 一分钟也会给你过了 以后这个家 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 我还不错你们了 你们好好做回事吧 杨大帅干什么 大帅 闺女 他说的清晓 林辉 他的钱啊 也得用你一半 这样你就跟他要去 妈 要不是今天闹这一出 那所有的钱不都是我们的 以后就能好好过日子了 你怎么还在糊涂呀 现在说这也不是 不是完了吗 大帅 你王贵 你归一天 大帅